排完族階級制度相當嚴謹 從羽毛配飾 族服區別身份外 手紋也是會說話的圖騰 手紋可分為五個階級 代表不同家族使命及地位 來自屏東來一鄉 大後部落的媽媽張伊朗 仍然滿分享自己世襲身份和手紋 我想說那就刻印在我的手上 因為我紋上胡佛的印記在這裡 當然是因為我又是當家 我會想說這個使命感是更重的 擔當是更重的 有別於女子手紋方式 排完族男子也依照身份地位不同 也有不同圖紋 來自屏東文樂部落的藍石化 也分享自己家族勇士階級的圖騰故事 因為我的祖先 我的阿公都有紋身 所以都會傳承下來 因為我們排完族對這個紋身 好像是我們的生命的意思一樣 排完族祈勞很高興 傳統文化可以被延續和傳承 但提醒未來如果也想紋手的年輕族人 要先好好認識自己家族在部落的身份 手紋每一個圖騰蕴藏文化意涵都相當珍貴獨特 現在大家期盼將手紋文化記錄傳承 讓年輕族人透過這些手紋 回過頭找到自己傳統根源 接著28小課台中大雅採訪報導 再次劉成為公司啦 獲得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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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